RM RM 靠北 猛猛怪 猛猛怪 屁 我 我 來這隻兩個選手 你要攻略他還是不攻略他 帥哥總是要一起行動嗎 所以你要 請問你要攻略他還是不攻略他 攻略他 攻略他欸 我明白了那就一起行動吧 我家敲小騎琴多指甲 兩人一起齊心協力 早日從這個地方逃出去吧 那是當然 一直 記不記得 白羽蝦就對了 19歲欸 唉唷 等一下 我們的心聲不亂自動 我增加咧 是 是因為更帥哥吧 所以目前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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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的東西 沒事喔 白羽怎麼了突然停下來 改變了 改變了 改變了是指 你還記得我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方向過來的吧 嗯 那是當然囉 只有這條路嗎 然而 這個房間是和我剛剛來的時候都一樣 雕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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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黃金改變了 是 是 是你看錯了吧 你明明也有經歷過 我反倒也希望只是自己看錯而已 你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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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厭 怎麼回事啊 這個地方 我要回家 眼慌張小奇 冷靜下來 無謂的混亂 是無法改變天狀的 總之先讓同樣冷靜下來 那你不明白了 不是生物系啦 一一戰魔術為了突破點的 我們先調查附近 附近尋找現實吧 箱子 幾個大箱子 幾個大箱子 一個十箱 一個十箱 側後咧 沒有 不要被表象所欺騙 唉 這是什麼啊 什麼嗎 這是一個機關 雙間有一個圓形的空間 要按下開關嗎 不要 按鈕的中間是不能放入什麼東西 只要開是正確的 好 開嗎 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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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開啦 小綺按下開關 好 好 好 你很好 咦 真是 很好 啊 正是 要放什麼 去翻箱子吧 欸 仔細看的話發現蠟燭下面似乎有什麼東西 這時候拿嗎 拿 獲得紅色的勾玉 勾玉是什麼 玉色 放那個機關上嗎 應該吧 放放看囉 發 要亮的 紅色的勾玉被放了進去 機關開始 散發 治癒人心的光碼 治癒人心是什麼鬼 要按下開關嗎 來啊 小綺按下來開關 你啊 為什麼被兩隻了 這是什麼 說 左右用爆的感覺 你想要被那種東西左右用爆嗎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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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好的治癒人心呢 受好的治癒人心呢 仔細看的話放去工具的旁邊 還有一個骨頭上的插口 欸 還有啊 這像骨頭上的鑰匙也放入機關嗎 放啊放啊 骨頭上的鑰匙被放了進去 要按下開關嗎 不要 好 有了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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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可惜按下來開關 有差嗎 有差嗎 至少不是三隻 三隻自己三隻從哪裏來啦 第三隻從哪裏來 空中嗎 從這裏門陣 бы掉下來 從頭裏那樣 就啪了就來 所以這要怎樣啊 不要 放 不要 只能拿來說 剛剛那個狀態下根本不可能 又來啊 發現蠟燭下似乎有什麼東西 拿拿拿拿拿都拿 欸還有 獲得紅色的勾力 蠟燭下東西很多嗎 你到底塞多少 我要繼續拿 你給我拿 這還能在塞喔 不要 欸 到上面看 帽子可以放出什麼東西裡面 看那不是鑰匙吧 看那不是鑰匙吧 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門櫥和鉤牙之路 放放放放放 這裡動了這裡動了這裡動了 喔 這個地方好多書啊 看樣子這裡應該是圖書館沒錯了 望著滿屋的書寫小溪興奮的說到 小溪很喜歡書嗎 看樣子你好像很看清的樣子 嗯 我從小就喜歡看書 最喜歡的書是小說和童話故事 小說和童話嗎 小說和童話嗎 那一個幽神多默的 哇 邊品查邊賞心那些溫馨的故事 不覺得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嗎 的確這樣也不錯呢 對了對了 我家裡還有許多童話和小說 等從這裡逃出去後一起看吧 已經 還沒逃出去就先勾搭了 這妹子不錯喔 厲害厲害 嗯 那也真讓人期待啊 好扁眼喔 好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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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你是這裏的官員嗎 嗯 沒錯 那你能告訴我們小說和童話書在哪裡嗎 會傻啊 會傻啊 小說和童話的書架在桌上 不過那可是我珍藏的書不能白白給你們看 嗯...對了 如果你們可以幫我找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會考慮讓你們上去也是我必定 有趣的東西 那是什麼 這個就不偷漏囉 有趣的東西 還沒找到嗎 有趣的東西 娃娃嗎 等一下他頭已經被我斬斷了 喂 他剛剛那個紙條說比較有好信心 有趣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這邊都涼涼的 好多涼涼了 書下面好像有什麼東西 這是我拿嗎 獲得跳繩 等一下小七 欸怎麼了 跳繩的上面是不是會黏著一張紙 欸真的耶 小七將紙吃了下來 上面寫了什麼內容呢 稍微有點好奇啊 為什麼有這個 好 從前有一個人看到了一盞納石 一來 他以為看他看到了蜥蜴 我覺得不太妙欸 完全不妙啊 藍鵝 好像我的畫面 好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這個跳繩看起來好棒喔 可以把這個跳繩給我嗎 鬼才給你的 鬼才給你的是怎樣 要給嗎 給他 小七交出了跳繩 太好了謝謝你們 你要去哪 走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跳你還彎起的跳繩 這裡可以查了 漂亮的 這裡面擺放著一本關於小紅帽的訪畫書 書啊 重新有個可愛的小姑娘 你叫小紅帽 小紅帽外婆屬在村子外的森林裡 比小紅帽家有很長一段距離 小紅帽剛從地森林裡就破到了一隻狼 小紅帽不知道狼是壞傢伙 所以一點也不怕他 還把外婆家的地址告訴了他 哈哈 為了把他們兩個人都吃掉 大野狼跑到了外婆家 二話不說的就把就吃掉了外婆 現在大野狼正準備衛裝成外婆欺騙小紅帽的時候 又有一個自稱是小紅帽外婆的人回來了 欸 算有點疑惑 不過為了裝成外婆的樣子欺騙小紅帽 大野狼吃掉了那個自稱是外婆的人 但大野狼吃掉了兩個外婆齁 又有一個自稱小紅帽的外婆的人回來了 大野狼無奈 又吃了他 小紅帽到底有幾個外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好了 為什麼是無奈啊 雖然不是很飽啊 就這樣 大野狼不斷的吃著一個 接著一個的外婆 吃到飽啊這個 之後大野狼被剩死了 哈哈哈哈 直到最後也沒有人 也沒有人天生知道天生善良的小帽 到底告訴了多少人外婆下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到底 有沒有人知道 到底有多少 圖謀不詭的人 試圖偽裝 偽裝外婆欺騙小紅帽 哈哈 有時候天真過頭的往往是最危險的 哈哈哈哈 這什麼嘛這個 這什麼東西才不是我想要的童話 小心冷靜一點 這是一個沙斑 沙改的故事而已 為什麼 哈哈 一個接著一個的外婆 這外婆也強 欸不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在灘上面 阿姿 他怎麼都跳繩玩死自己 你到底怎麼跳上去 你跟我講 小女孩生到底什麼東西掉下來 我的鐵絲 你為什麼要貼鐵絲 小女孩被跳繩吊死了 樣子殘破了你 NO 不要突然停下音樂 真的 真的 死袖子 那我應該出200吧 噢 噢 呦 接下來 這邊嗎 這個還沒塗到 這裡有一張簡報 SXXXXXX 別搖 emphasize 剩下的部分都看不清楚 鋼鵡 pén 老頭 這蠻的吧 欸 這邊總是有門啊 欸 咬咬的欸 你在幹嘛 你要重來啊 欸 回復了 可是我們 欸 你看 25 什麼鬼啊 25都咬咬晃晃的 你是 吃的有抽完嗎 這樣有差嗎 好 沒差 又要晃晃的 這裡的鎖子能被撬開 撬啊 好 對不起 來 我們這樣倒是以螞蟻啊 咬咬晃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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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打那麽多 咬咬晃晃的 沒有咬 咬咬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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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假的在昏底下啊 等一下小溪 咬咬晃晃 咬咬晃晃 看起來有事 你是真的看到嗎 說其路來搖搖晃晃的 到底怎麼回事 搖搖晃晃 這麼一說是有點暈喔 屁啊這有點 頭好重 呃 乙 倒了 乙 好暈好暈阿 安 眼前很黑 什麼都看怎麼見路 你是烏鴉喔 啊啊 阿阿阿阿阿 小旗走了 小旗 這座點 小旗 恍黃 我都很慌 飛機啊 嗨 喔喔 濕冷的公園 雪花一片片打在地上 那 你在這個地方 不冷嗎 在飛霧的雪花中 地名一位少女蹲在地上 對著公園的角落好奇聞到 到了已經這個點了 再不回家的話會感冒囉 欸 難道說 你沒有家嗎 啊 嗯 這可糟糕啦 要食指放到額頭前 少女困擾的說到 再這樣下去 你會被凍死的 該怎麼辦呢 對了 你來我家吧 我家有溫館的爐子 還有許多許多好吃的東西喔 像是下病了什麼決心似的 少女突然站了起來 雪花蟲一望無際的天空 星星飄落下來 沾沾洋洋 飄飄傻傻的 都在少女睡覺 從今天開始 你的名字就叫 易拉 來接上漢文一起玩唷 WOW 是夢嗎 小琪醒了嗎 白禮我這是 剛剛看你走的 走的突然暈倒了 是我把你抱到這裡來了 有那麼溫馨的地方齁 OMG 我們要都是男主角特選 本來想讓你躺在床上休息一下的 但是這附近找不到床 所以我用幾個電子拼湊了一下 女無無大師龍啊 會不會有點太隨意了呢 沒有這回事啦 白禮是盡力為我著想了 不是嗎 小琪停頓了一下 反倒是我不該隨隨便 暈倒在這種地方 停列到你 你臉就累 突然遭遇了這種怪事 精神壓力大也是正常的吧 小琪不用自責的 謝謝 將目光輕微的沉 沉下了一會兒 小琪繼續說到 白禮這是一個精強的人呀 古人發生了什麼事 一直都那麼的衝容斬力 我剛發現冰箱咧 今天才看到 是嗎 白禮環環轉過頭 對著窗外說道 或許在你眼中 我是很堅強 但實際上 我也在害怕著啊 欸 第一次遇到那些事 誰都會害怕的不是嗎 但是啦 這是因為這樣才要更加堅強 這在對我說啊 哈哈 我們現實多麼殘酷 都不能放棄希望 一旦放棄了希望 本來有的可能性也會消失不見 光是柔柔和逃避 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 小琪滴下了頭小聲的說道 但這消沉是不行的 我得更努力才行 在此別想那麼多了 白禮環環走向小琪 關切的溫道說 別想那麼多了 想好好的睡覺吧 對於其他的小琪來說 先休息一下才是重要的 嗯 在白禮關切的眼神中 小琪躺下了身體 如果你的話我下定決心了 我也要試著堅強 不再一味的軟弱和逃避現實 試著去努力去改變 去嘗試者改變現狀 我一直被毀 干擾到 所以 稍微沉默了一下 小琪繼續說道 這期間你能一直陪在我的身邊嗎 告白啊 哇 哇 一個人的話真的非常不安 當然 我會一直在小琪身邊的 那 約好了唷 嗯 約好了 聽到白禮的答覆後 小琪嘴角露出一絲 不易察覺的微笑 像是面上的一道聯誼 迅速畫過臉部 瞬間消失 在眼波深處 然後小琪安心的閉上眼 20分鐘喔 已經休息好了嗎 嗯 已經休息好了 早點起乘 從這裡逃出去吧 好啦 首先到這裡唷 那個 對不起我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才會好 好 請道歉 我先跪下來 我先跪下來 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就 按讚 不喜歡就按不喜歡 好啦就到這裡啦 掰掰 掰掰